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老婆 晚餐好了没啊 来啰 今天吃白酒蛤蜊意大利面 诶 怎么没什么味道 是不是没放盐啊 我想说吃大一点比较健康嘛 我就没放太多盐啦 诶 面条太软了 一点Q弹的口感都没有 不小心煮的比较久 还是很好吃啦 先别说这个 接下来有廉价 我们去宜兰住民宿玩个两天好不好 宜兰 你有没有搞错 廉价到处都是人挤人 宜兰更不用说啦 光个雪碎塞车 就塞到天荒地老了 放假去那边根本是活受罪 还是好好待在家里补眠就好啦 你怎么这样啊 结婚前从来不会挑三拣四 不管我煮什么都说好吃 放假一定带我去约会 冲肯丁都没抱怨半句 现在不过也小事就念念念 我好像嫁给一个我不认识的陌生人 这个有什么好生气的 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出去玩遇到人潮 真的会很累又不好玩嘛 现在当然和以前不一样 我工作比较忙 下班也要做家事 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有小孩耶 带小孩出去有多麻烦 你又不是不知道 怎么可以和结婚前比较啊 只要你有心 这些都不是理由啦 根本就是你变了 以前追我的那个冲劲都没了 现在我只看到一个又懒又窄 超爱抱怨 还有肚子比我怀孕还大的大叔 你为什么变这么多 你们女生就是不会认清事实 婚前婚后不一样 这是一定的嘛 你就像跑马拉松 你有看过哪个跑者抵达终点之后 还继续奋力往前冲吗 不可能嘛 还有政客不也是选前 都把政见说得很好听 选上之后每个都马在跳票 也是一样的道理啊 这是哪门子的比喻啊 结婚和跑步政治不一样啦 反正你的表现 就是让我觉得你变了 不爱我了 好啦好啦 我当然还是爱我的老婆嘛 廉价旅游 我在找时间安排就是了嘛 这样可以吗 不气啦不气啦 赶快吃 吃完我洗碗 然后我们去公园散个布 放松一下吧 诶 有一颗蛤蜊沙没涂干净耶 大家好 我是嘟嘟姐 今天要来一起嘟嘟请讲 嘟嘟请讲咯 曾有两性作家 在文章中提到 男人在恋爱的时候 把谎话当情话 婚后却是把情话当废话 这样看来 男人婚前婚后大不同 似乎是很多婚姻中都会发生的情况呢 其实两个人从情人变成所谓的家人 就要开始共同撑起一个家 必然会面对很多琐事和更大的压力 难免会影响两人的相处模式 在忙碌的生活中 也很容易忽略另一半的心事 以至于婚前很多的甜言蜜语 浪漫行为都会越来越少了 日子一久 婚前的热情就会慢慢被这些事情消磨殆尽咯 历练多啦 我们都会渐渐明白 没有任何东西是完美的 那我们对于婚姻立班的标准 又何调不能降低一点点呢 老婆不妨多给彼此一点空间 如果老公真的累到需要好好休息 那就自己安排和好姐妹的聚会吧 而老公也应该以赞美取代抱怨 用言语肯定老婆的努力 还有啊要多找机会和老婆聊个天 至少用餐时或睡前花个几十分钟 聊聊当天发生的事 才不会让没时间变成破坏感情的敌人哦